新华社华盛顿2月3日电,记者刘洋孙丁美国国防部3日宣布,将向美墨边境,分派3750名现役士兵,以协助国土安全部管控边境。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一批美军任务期为90天,我们将持续对部队组成进行评估,以确保其能够完成管控边境的任务。 国防部表示,美军将在美墨边境执行移动监控任务,并在边境口岸之间,安装约240公里长的铁丝网。 根据美国国防部提供的数字,新增美军抵达边境后,驻守美墨边境的美军,为4350人。 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于1月中旬签署命令,美军部队驻扎美墨边境的任务期限,延长至9月30日。 大批南平松茂水母,近日侵袭澳大利亚昆士兰Quinsland的海滩,导致数千人被遮伤。 游泳点也被迫关闭。 昆士兰冲浪就声中心称,上周末有2600多人接受了治疗。 被松茂水母遮伤会感到痛苦,但通常不会危及生命。 这些水母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吹向海岸。 在过去一周里,约有1.3万人被遮伤。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大多数事故发生在昆士兰人口稠密的黄金海岸Gold Coast和阳光海岸Sunshine Coast地区。 蓝瓶松茂水母群看起来像蓝色的囊状物。 长约15厘米,6英寸,人们可能在水里或沙上被遮。 昆士兰冲浪就声中心说,这种遮伤通常比较轻微。 可以用冰或热水治疗。 但一些人在周末需要医护人员的治疗。 目前没有记录这些病例的具体数量。 水母的活动已迫使热门的海滩关闭。 蓝瓶松茂水母,又被称为葡萄牙战舰Portuguese Man of War, 在夏季的澳大利亚东海岸十分常见。 但昆士兰冲浪就声中心发言人将最近的水母聚集描述为泛滥成灾。 当地媒体将其称为入侵,澳大利亚海洋独次咨询服务的水母专家 丽莎安格什温博士Lise Anderson Swing,也表示, 如此数量的水母聚集在一起实属罕见。 他说,一阵非常蹊跷的强风和热浪, 把蓝瓶水母和其他物种带到了海岸附近。 但他补充说,考虑到这些不寻常的天气条件, 水母的数量看来,也并不反常。 蓝瓶森茂水母,最常见于深海。 但由于旗杯上有三行的顶关, 所以很容易移动。 格什温博士对BBC说, 蓝瓶森茂水母的藩会向上翘起。 所以风会抓住藩,并将它们带上岸。 近日, 印度一名外卖员,被爆偷吃顾客的食物。 吃了几口后,还重新密封了外卖盒。 印度外卖公司Fomoto随后表示, 已经解雇了这名外卖员。 这则视频拍摄于印度南部地区的马杜赖士Maduri。 视频中的男子穿着FomotoT恤, 坐在一辆摩托车上。 他身后放着一个红色大包。 这名男子吃了几口手中的盒饭。 然后用重新把饭盒封好。 又从红色大包中,拿出另一盒吃了起来。 吃完再把盒子封好放回了大包的塑料袋中。 最后他撕下一段胶带。 封上了塑料袋。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use coupon codes all the time. Watch till end. pick. Twitter.com.kj519.wank. 结尾Twitter帖子用户您atmordenkene. 这则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火了。 浏览量达到数千次。 印度外卖公司Fomoto周一12月10日,表示。 视频内容属实。 那名男子确实是该公司的外卖员。 The Motto在声明中称。 对于擅自使用顾客餐点的行为零容忍,已经解雇被曝光的外卖员。 We take food tempering very seriously, for more details,https,t,coachox1bs4,n, 结尾Twitter帖子用户您atmordenkene,声明还指。 他们将采取措施,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 包括引入防开封的交代,加强员工教育等。 事件发酵后,有推特网友表示。 外卖公司解雇外卖原理所应当。 但也有网民觉得处罚过重。 一名网友说,把包装做好。 给他们足够的薪水。 最重要的是给他们休息时间。 停工或警告处罚就足够了。 作者,克里斯布拉姆维尔Chris Bramwell, BBC用户衍生内容, 及社交媒体团队BBC AconSocial News,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题, 那一刻,我们光荣接受检阅。 开栏的话,为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即日起开设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 连续播发13篇稿件。 以习主席接见过的官兵回忆的形式, 还原重要历史时刻。 从基层视角宣传, 阐释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发展历程, 重大意义和指导作用。 展示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 今日播发第一篇稿件那一刻, 我们光荣接受检阅, 敬请关注。 新华社记者黄书波, 解放军报记者李建文。 当抗战老兵方阵, 通过天安门广场时, 习主席率先洗身, 向老兵们挥手致敬, 回忆起2015年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情景。 现已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石宝东, 记忆犹新。 那天, 我就在离习主席不远的天安门观礼台上, 面向阅兵方阵。 我举手敬礼, 一直坚持到阅兵结束。 时至今日, 老人仍然很激动。 我这军理, 是向牺牲的老战友报告, 祖国强胜了, 军队强大了。 石宝东说, 我更是向习主席表达敬意, 是他带领我们迈上了强国强军的新征程。 中国将裁剪军队员额30万, 起初, 我并不知道去北京要见习主席。 石宝东说, 能够参加93大阅兵, 是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阅兵前一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石宝东作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应邀出席。 习主席亲手把一枚沉甸甸, 金灿灿的奖章挂在他胸前。 习主席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勾起了石宝东对抗战岁月的回忆, 增几次落泪。 老人感慨万先, 落后就要来打。 强迫必须强军。 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 谁来守卫我们的幸福生活? 习主席在讲话中, 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将裁剪军队员额30万。 说实话, 听到这个消息, 是很震撼的。 讲到这里的石宝东难掩激动。 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来看, 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是着有成效的。 从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将军领队邓志平回忆说, 听到这一重大决策, 我很振奋。 意识到改革强军, 即将迈出更大步伐。 在阅兵分裂式上, 邓志平带领白任格斗英雄联姻魔方队, 正不通过天安门, 接受了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阅兵结束后, 他被任命委员成都军区副参谋长。 报道的第二天, 他就接到命令, 参与西部战区筹建工作。 如今的邓志平, 担任西部战区副参谋长。 他对记者说, 别看都是副参谋长。 但地位作用和过去有很大区别。 现在的我, 专司主营打仗。 空军三届金头盔得主蒋家继, 作为阴谋代表, 也现场聆听了习主席重要讲话。 在这轮改革中, 蒋家继所在航空兵师, 进行了改编, 与兄弟单位, 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作战体系。 实现了扁平化的指挥体制。 既瘦了身, 更是强了体。 据蒋家继介绍, 自改革调整以来, 他们部队充分发挥新体制下练兵被占据和效应。 按照以上统下, 以天带地, 互为对手, 深度融合的路子。 组织所属部队常态化开展合同训练, 对比验证各型武器装备性能。